分手并不是一件可悲的事 上帝在关掉一扇门的同时 会开启另一扇窗 会给你另外一个好男人 分手也不是一件可耻的事 每个人都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没有分手就不知道爱情的酸甜苦辣的滋味 我们不合适 当初相恋之时的恋爱 感觉已经随着时日的消磨逐渐淡去 如今厌倦之后留给你一句这样的话 所谓物是人非也就如此 恋爱的时候默契 经常的心有灵心 到头来被男人一句不合适 便是当头棒喝 消除了所有美好的记忆 男人以此作为分手的理由 理由充分 事实明显 女人看不清其中的真相 反倒折怪自己 没能好好的配合男人 分手以后 女人继续思考男人的胡编乱造 重新规划自己的择偶方向 某一天 她还要感谢曾经男人给她的指引 我们没有未来的 两个人的未来 是一起努力创造才会有的 当男人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 证明她已经不再想为你们的未来做出努力了 当初热恋时的海誓山盟 也只是一场幻觉 男人有逐步的远见 她从无数个方面分析了爱情的走向 最终的结论是 爱情的尽头是曲终人散 女人对男人的分析 女人对男人的分析点头默许 并且很钦佩男人如此的智慧 藏痛不如短痛 折日不如撞日 既然走不出来 还是早点结了吧 若干年后 女人收获了自己的幸福 回想起曾经男人的遇见 不禁感叹 那时的选择多么正确 爱情影响了我的事业 在男人爱着你时 你可以做到工作爱情两不误 爱情甚至是它在工作中奋进的动力 到分手时 男人却把爱情影响事业当成分手的理由 女人当然明白 男人以事业为重 好男儿志在四方 如果可以 女人愿意等男人事业有成后 和男人再去前缘 怎料时间永远是人最大的敌人 若干年后 男人女人各自成家 而当年那个仪假乱争的分手借口 也早已淡忘了 你的缺点太多 想必很多女人听到这个分手理由的时候 内心是在苦笑 男人在追求女人的时候 女人就是一件完美无瑕的艺术品 是男人心中最圣洁的女神 时光流展 岁月变迁 艺术品失去最初的珍贵 女神不在男人的心里有很重要的地位 男人总会从生活中挑出女人的些缺点 男人以此来作为分手的理由 可怜有些女人看不清男人的真词意图 宁可在男人面前保证会改正自己的缺点 也不愿认清男人不再爱她的事实 直到分手以后 女人为自己的缺点而自责 而男人的欲加之罪很有可能成为女人自卑的根源 我的父母不同意 相爱时的世界是只有两个人的 眼神里除了对方装不下任何第三者 朋友和亲人也被忽略 男人会说我爱你 就算世界上所有人都反对 我也不会放弃我们的爱情 当初的你是否被感动的泪光闪烁 当男人受到来自家庭压力后 信心会产生动摇 父母在他耳边说过的话影响他的决定 最终他以父母的干涉为由提出分手 可怜的女人对这个借口将信将疑 甚至会怀有说服男人家长心理 同他共同克服家庭难关 但男人却依旧那句话 他们是不会同意的 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已经没有资格再爱你了 男人的承诺永远是靠不住的 他曾对女人承诺 今生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但是男人移情别恋 第三者擦足都会让爱情发生转移 男人必须在两个女人之间做出选择 于是他向你坦白了自己的过错 却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 即使他的坦白得到了女人的同情与宽容 女人打算再给男人一次机会 但男人已经坚定了自己的意志 以没有资格为由 不再接受女人的原谅 爱情原来什么都不是 生命层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刨 男人曾对女人说 我愿意做你的奴隶 伺候你一生一世 时光变迁 男人把爱情当成了一种束缚 把女人当成了一种包袱 追求自由成了男人的第一目标 男人向女人讲述自由有多么可贵 多么令人向往 而爱情是阻碍自由最大的祸害 看着男人已经对爱情彻底淡漠 女人只好无奈地提出分手 而男人也因此逃过抛弃女人的骂名 你已经不听我话了 女人曾对男人说 我什么都听你的 这句话表达忠诚的甜言蜜语 却成了男人利用的把柄 当男人有意要分手时 故意找出一些让女人很为难的事情 让女人照着自己的意识去做 当女人违背了男人意愿后 男人以此为理由 表明爱情已走到尽头 女人面对男人有理有据的指责 无法做出有效的反抗 当男人提出分手的时候 女人仍然在思考着 男人夹在自己身上的罪名 当明白那是一个圈套时 一切都来不及了 我已经不爱你了 坦然的分手是我们所提倡的 但是坦然有时候也是男人的一种计谋 男人做了亏心事 要将女人抛弃 在寻找分手借口的过程中 挖空心思 扶地抽薪 什么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 最后他突然领悟到 既然任何理由都瞒不过女人 倒不如开门见山 上来的爽快 于是男人很直接的 讲出不爱的事实 女人刚听到时有些震惊 但是面对这种坦率 倒觉得男人很有气派 于是很配合地成全了男人 等会认识 loved人 见识 优优独播剧场——中文